中央决定松绑 室内运动场馆还有健身房 松绑的这些过程之后 他们就要求说 教练课在授课的时候 要距离2公尺 每个课程之间要相隔1个小时 教练还要每7天要做快筛一次 而且这个一大重点就是 禁止混用运动器材 这个运动器材是包括了 像是球拍还有瑜伽店等等 现在就有很多人认为说 你平常如果去健身房 或者是去一些运动中心 一定很了解 这根本不符合现况 难道大家要自己带器材 去健身房了吗 如果我自己要带器材的话 我干嘛还要去呢 还有人问说 如果像是打篮球 排球 我使用同一颗球 是不是也算混用呢 针对这个球赛的问题 中央有明确的指示 它说现在的运动 应该要避免肢体碰触 因此是禁止团体竞赛 或者是很多人的一个 追足球的运动 以及篮球3对3动牛 这些都是禁止的 包括了这些运动项目之外 再来还要来看看 开放小型国旅 现在目前的目标是 限制每团9人以下 这个9人是包括了领队 还有导游 加上司机的话 最多可以来到10个人 再来时速共行的状态 其实现在也有网友就说 你又不开放 室内5人以下算是群聚 你现在开放每团9人 这样的标准到底在哪里 透过下一张纪念还要来看看 其实这次的微解封 有不少的争议案件 其中一个就是包括了 领开放的电影院 但是不开放剧场的欣赏 中央的说法是说 电影院多数都是小厅院 剧场的人数可以比较好控管 在100人以下 不开放剧场的原因是 因为表演是双向的 演出者跟观众会有面对面的机会 可能会有感染的风险 而且他们也说主办方认为 如果采梅花座或者是演一场的话 就是赔一场不符合成本 所以他们决定不开放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不晓得大家能不能接受 再来还有就是很疑惑的 就是刚才提到了 开放的健身房之后 现在又不开放了图书馆 还有幼儿园 还有也有家长问说 体育暑期课程 我们帮小孩报了 他可以去参加吗 还是说我们把小朋友 就丢到健身房呢 中央的说法又说了 幼儿园的师生互动非常的紧密 因此还是风险很高 才会维持现阶段的停课 那补习班的教学方式呢 现在因为是状态 还有空间样态很多元的关系 所以他们也认为风险很高 最好还是维持现状就好 因此看起来 如果有家长报名一些 暑期课程或夏令营的话 可能还是没有办法成型 那除了以上几点项目 今天大家还有一大焦点是聚焦在 餐饮业可以有条件的 开放内用 真的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而且还发现了个性是 现在竟然对这项政策不同不为 上次台北市长柯文哲也认为 他觉得脱口罩吃饭 应该要摆在最后 新北市现在态度也很保留 认为还是要以管制为原则 例外的话才会来放宽 那再来还有民进党执政的 桃园市长郑文灿 竟然也直接说了 桃园的餐饮依旧是维持外带 不准来内用 真的是很罕见的在逆时中 台中市长卢秀燕 目前则是只要求夜市不能够内用 那台南市长黄伟哲 则是现在愿意配合中央 也理定好相对应的政策 高雄市长陈其迈 现在虽然没有表达力挺 但是他也说了 他很积极会来管理 有效的来做开放内用 看起来这个双北市跟桃园 目前好像还是很不安 很可能也是跟目前的疫情的进展 很有关系 像是台北市除了华南市场 第二次大规模的PCR筛检 又新增了1人确诊 在做疫苗的时候 还发现有家户感染的问题 累计了12人确诊 另外开放7家医院 在做PCR的时候 还抓到了16人阳性 代表现在社区中 还是有潜藏的黑数 一桥之隔的新北市 现在很紧张 是因为生活圈非常的近 不敢大意 再加上桃园 还记得吗 还有划除的确诊案件尚未平息 持续扩大筛检当中 这很可能都是这个 海北市 还有新北市 以及桃园 他们宁可在中央 这个政策上不愿意同步 也不肯轻易开放 让县市陷入染疫风暴的原因 一块来看完整报道 店家门口清除标示 防疫期间 直线外带不能内用 这是指挥中心 给出的三级警戒指引 而中央现在有最新宣布 12号后餐饮业可以有条件 为解封 但桃园市这回不会顺时钟 餐厅 那么还是维持 只能外带 那我们会研究 未来如果说要开放内用的话 比较好的时机是什么时候 但三级警戒就快借满两个月 全台餐饮小吃苦哈哈 桃园市民能接受吗 我是希望还是能配合中央的政策 大家同步一起走 希望帮帮我们这些餐厅业者 有可能为解封以后 换来更多的是封城更久 然后大家反而更民不聊生 业者一进两级 不过也有小吃店无奈 利用顾客要隔开一定距离有难度 我们可能也没办法做那个什么 所谓梅花做什么 所以我们暂时是没有要开到门 政策当然都得配合 但台北市长柯文哲 对中央的指引表达疑虑 我们都是看电视才知道的 所以也没有时间跟我们商量 吃饭还是最后 群聚吃饭是摆最后 所以但是那个细节 我们也会看中央公布的大原则 我们还要每个局处在讨论可行方案 所以这个不急了 不认为现在餐饮可以微解封内用 不过也没说会不会照办 而新北市又更保守 市长侯友宜说都还在演艺中 餐饮业者苦撑期盼升机 但不少人就怕一有漏洞 恐怕有得亡羊补牢 记者林朱强 富山周围杰桃原台北综合报导